在印度有一个占地面积超过580亩的超大型垃圾场 这里堆着像山一样高的垃圾 生活着100多户以捡垃圾为生的贫民 和一大群比人海大的巨鸟 在这里你会看到人和动物相处极为和谐的画面 这里的贫民宁愿自己饿着肚子 也不会捕食这些巨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贫民与巨鸟能够如此和谐的共处 这些巨鸟又为什么选择栖息在垃圾场里呢 这里是万物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名万物 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 富人的生活奢华无比 而穷人连吃一顿饱饭都很难 截止到2022年 印度的总人口数已经达到14亿1200万 其中差不多有6亿人口都处于贫困状态 对于国土面积仅仅只有328.7万平方公里的印度来说 那么多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除了略显拥挤之外 食物和住房两大民生问题也一直难以得到改善 很多印度人都是在温饱现役下苦苦挣扎着 不过印度并没有能力普及垃圾分类回收 以及无害化处理系统 所以就只能把这些垃圾集中填埋堆放 因此制造出了很多大型垃圾厂 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在印度高哈地市附近的布洛根小镇旁边 附近几座城市的垃圾都会被运送到这里 这座垃圾厂每天大概都要接受500吨左右的垃圾 这个数量远远超过了自然分解的极限 因此在这样的日积月累中 这里的垃圾堆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 其占地面积甚至达到了580亩 不用想也知道会有多么的臭气熏天 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却居住着100多户贫民家庭 因为一些印度社会上的原因 这些家庭的收入来源 除了非常低廉的打工工资 就只能靠翻找垃圾中能回收的去变卖 他们居住的房屋极其简陋 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就是用捡来的东西东拼西操搭建而成的 而他们的孩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即 就注定了要与垃圾为伴 这些人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年纪稍微大一点时 就会跟着父母一起到垃圾堆里淘宝了 每天垃圾车到来的时候 一大群贫民就会蜂拥而上 在新鲜的垃圾里翻找着较为值钱的东西 他们常常在垃圾场一呆就是10个多小时 每人每天最多能赚到200到250RB 相当于人民币17到20块钱左右 一个家庭里如果能出动4个人捡垃圾的话 每天也能有100块人民币的收入 在这里随处可见小孩子们 提着一个脏兮兮的破旧编织档 熟练的在垃圾堆里翻找15能穿的 衣服鞋子 塑料瓶等物品 虽然这里臭气熏天 环境又脏又差 尤其当夏季来临时 恶臭更是能传到几公里之外的地方 但确实这些孩子的整个世界 就是在这样让人避之不及的垃圾场沟 除了贫民们竟然还生活着不少动物 联名的垃圾山上公 经常盘旋着一群幼女群飞鸟 地面上是脏兮兮的狗和城区里头 还有阴暗角落里的老鼠分头 在这之间有一种最引人注目的动物 那就是一群长相奇特的怪鸟 它们体型巨大 占直了的话 甚至比一些贫民还要高 怪鸟们有着巨大的身形和蝎形的大队 双腿细长 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大锦带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别掉的气球 又皱又皱 由于长着一个大兔头 所以它们看起来很忽旧不像 很多人也因此认为 它们和突就一样是食谱型动物 这些怪鸟的真实身份 是目前全世界体型最大的惯类动物 学名叫做突怪 在印度一个超级巨大的垃圾场里 不仅生活着一百多古人家 还有一种长相奇怪的大鸟 在这里安家 这种大鸟不是食谱型鸟类 平时它们更多的是吃昆虫 鱼类以及爬行动物 属于杂食动物 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这个垃圾场里 其实并不是为了来这里吃垃圾 而是因为这个垃圾场的位置 处于城市的西南边缘 周围被沼泽湿地所环绕 而这片湿地就是它们曾经的栖息地 这些兔冠喜欢生活在有湿地的水边 大部分时候都是成群出现 除了整天在垃圾堆里走来走去之外 它们也经常会去垃圾场附近的沼泽觅食 所以并不是它们来到这个垃圾场生活 而是垃圾场占领了它们一直以来的家园 由于垃圾的臭味也会吸引一些昆虫 和其他动物来到这里 因此突冠也会在这里捕食 如果实在找不到食物的话 它们也会选择吃一些垃圾里的腐肉 突冠还喜欢站在高处 在自然界中 它们会把鸟巢住在非常高的地方 而垃圾场里一座座的垃圾山 刚好可以满足它们的这个习性 这么一说 突冠为什么选择在垃圾场里生活 似乎也很好理解了 虽然稀稀地被这片垃圾场给占领了 不过看起来并没有给它们 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反而还满足了它们的习性 更重要的是食物充足 因此不论是对这些食荒者来说 还是对于突冠来说 这片垃圾场就是属于 它们的捡饱圣地和天堂 在这里甚至能看到突冠 跟在捡垃圾的小孩身旁徘徊 它们有些甚至比小孩更高 不过它们从来不会去攻击这些小孩 也不会被这些小孩吓跑 甚至当这些小孩主动靠近并抚摸它们的时候 这些突冠也不会逃离 一旦有陌生人靠近它们 它们就会瞬间展开翅膀飞走了 突冠与当地人的这种默契 就好像二者之间很熟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 别看突冠长得丑 真正的它们其实挺爱干净的 突冠的大嘴能让它在进食的过程中 尽量不沾上猎物的血液 而它的秃头是为了适应自己师父的习惯而产生的进化 因为茂密毛发是寄生虫最喜欢的生存空间 为了保持清洁防止自己感染疾病 它们才变成了秃头 既然秃冠对垃圾厂的平民这么亲近又这么爱干净 那平民为何不捕食这种大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呢 在印度有一群生活在巨型垃圾厂里的平民 常年再次捡垃圾师 明明这里还生活着巨鸟秃冠 但平民们却从不捕食他们 这些兔冠个头很大比小孩高了不少 对于同样在垃圾厂里讨生活的平民 似乎没有什么警惕心 还常常会在一起捡垃圾 按理来说收入微薄的印度平民 不会放过这些行走的大分肌肉 然而平民们却从不对他们下手 这其中难道有什么不留忍识的秘密呢 背后的原因是这样呢 首先在和拾荒者长期的相处中 兔冠因为没有感受到他们的恶意 而默取了他们的靠近 但是这并不代表拾荒者就能轻易 托到他们 毕竟拖冠还是纯野生动物 是天生能感受到来自周围的威胁的 虽然他们体型较大 体长可达1.2米 体重可达到10多公斤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敏捷的身手 一旦拖冠察觉到有危险时 便会立刻飞走逃命的一瞬间 他们甚至能爆发出 每小时5、10公里的飞行速度 一般人很难抓住他们 而且还有一点是 托冠从20世纪末就被列入珍稀鸟类名单里了 在2016年 他还被世界自然保护组织联盟评定为异围动物 在中国 托冠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虽然印度可能没有把托冠的保护等 已经对到我们这么高 但拾荒者也不会轻易去捕食他们 毕竟谁没事 会想去警察局喝茶呢 从另一方面来看 托冠就算不是保护动物 以印度人的饮食习惯 这些贫民也不会是补食他的 印度是一个佛教大国 在这里 起码有大约80%的印度人 都是以同印度教 他们反对暴力对待动物的行为 甚至连杀鸡杀鱼的时候 都是拿着肉往刀上撞 象征着 这些动物都是自己撞上刀刃才死的 并不是被自己所杀 受到这种宗教观念的影响 垃圾场里的贫民 才会宁愿捡垃圾时 都不会以食用为目的的捕猎 并杀死图案 还有一点就是 虽然突罐并不是以食府为主 不过偶尔肚子饿了的时候 还是会吃几口垃圾场里的腐肉 印度人在见过这些大鸟吃腐肉之后 就认为突罐脖子上垂落的颈带 是他们用来装腐肉的口袋 如果自己吃了突罐 那就等于自己也吃了垃圾场里 不知来源的腐肉 一旦因此而生病 很容易就丢了性命 所以基于以上种种原因 这些品也是不会去捕食突罐的 不过不管是突罐的栖息地 被强行侵占成了垃圾场 又或是这种大型垃圾场 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还是这些平民实不果腹 只能靠捡垃圾为生的生活 都让人忍不住觉得有些唏嘘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迷的最大动力